詞曲 李宗盛 這個民主自治確實有它的困境 那麼在我們自己原住民的學者專家 甚至我們從事這個議題比較關心的地方人士 我們到底要朝向怎麼樣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考量一下 因為民主議會我們上面還是有老闆 要管我們的就是移民會 如果我們自己自治的話 老闆就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的老闆可能就是總統府 那背景有國與國的關係 甚至可以演變到將來 我們也有締結 國約的那種公約的這種能力 朝向真的我們民主民自治 這樣的一個方向去走 對我們來講 我們走的路線可能會比較寬闊 針對這個議題我想我提出來 也希望大家能夠借這個機會給我更多的指導 謝謝 我們張青山博士的意思就是要 比較高層次的自治的意思 還有沒有我們婦女同胞 真的沒有問題 那如果真的沒有問題我們先暫時就到這裡 我們下面還有議題要進行 來非常謝謝高教授 那剛才不管是中央副主委或者是那個部落大學的拉夫拉斯校長 都還是從在地的本土的傳統的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經過日據時代 日本統治的50年 既然佩洛基典 新的佩洛基典 新的佩洛基典 而且 新的佩洛基典 就像拉夫拉斯校長講的 會另立一個頭目 所以現在在部落裡面 很多都要王子復仇 那尤其是 原明會的這一個部落法人 或者是部落審定之前 在調查部落的時候 相公守的主辦人 他就把那個自己的家族的放進去 所以本來是兩個頭目的 隔壁的 一下子變成六個 而且 還給他立那個杯子 就是立那個 那個 那個 但是他那個是大理石 所以很像墓碑 那現在這個燒奶更多 那 這樣子回過頭來看 我的弟弟告訴你 應該啊 他說我當鄉長 我還可以封頭目 本來已經 這個沒落的 因為鄉長的任內 我可以再多增加 所以我的票就增加了 最近封的28個頭目 這個 這樣每次就是問這個 而且還不止 還有一直在復仇 一直在復仇的 3300個 28個 一個部落 30個人 要重疊 那所以 那個高德毅教授 在他的 那個論文裡面 一再的提到這種 衝突 尤其是年輕一輩的 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理念 那在一個民主時代 你的貴族 你的 陳德章在這裡 最反對頭目 的名字 副作者還在用 我是八道會槍你 因為 查字典的時候 是匪淚之手 這個 宋賢一 宋向長 當議員的時候提到 結果 他不要改說 他叫那個字典給他改 說 頭目不能寫匪淚之手 頭目要寫是 部落領袖 部落領 那我們面臨的就是這一個 那我也給大家分享 就所謂的知識系統 完全不一樣 不然再講 那我們將來要進入民主時代的時候 這種 人人平等的憲法觀念 你要怎麼樣在民主議會裡面 當然 像高教授的論文裡面 一定要去保護 那個原來的 他掌握這些土地 掌握 人民的這個 阿瑪德山一蘭 那但是你對現在 到這個 民主的 這個 世界標準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把它拉上去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回頭看 日本的民主為新 第一個版本龍馬托翻 也就是說 我不要這個 別禮村了 我是整個排完組 因為要不然你一直會為自己的族群 為自己的部落講話 在以前的背景 這種封閉是絕對要的 留下的爸爸講 只要 然後 幾乎都在旁邊 他永遠護著他 到死啦 你不能講那個 白魯斯的不對 他會第一個站出來的 啊但是 聽民調哪一久嗎 其實我們不是在收 收公務收稅嗎 阿瑪德山是自己的禮物 所以那個 把他看來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這今年沒問題 就今年 會藏起來啊 他怎麼 他會跟他躲避 沒有得吃啦 都是頭目拿走 所以有一個例子 就是霧台的最聖山的部落 跑掉 連夜 背著自己的東西 當然那個已經是 文明政府時代 到我們清風 頭目很可愛啊 也是要求很多啦 然後現在結婚的也是一樣 那我在 在部落裡面一直努力 把這個儀式平民化 就是包固子 把它平民化 但是 我們不敢月啦 不敢月錢 我說你的孩子已經是青年會的 你就可以當秋千 他說我們不敢 他們寧願帶白紗的這個禮服 那這個恐怕在以後的會議裡面 就是要討論這個 那日本的民智維新 我常常叫年輕人 好好看 他們是殺來殺去來 然後他們又處理那個大明 有沒有 然後用自限的方式 所以像高德月裡面提到的 你那個層級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 但是 東部主委也提到 你們是說 尤其是金輪 這邊 阿燦會不會跟ea 別禮不是大五山 所以 這邊部落的人在裝百不捨的時候 我說你搞不清楚 我們是石森說 竹森說 又是到那個 到甘肺炎 到這麼久 我們沒有那個白布蛇的 所以立秋部落當時 原明會的經費計 弄白布蛇的時候 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 每天罵 你給我放白布蛇幹什麼 像這樣的 都要一個一個 很細膩的來討論 那我是願意發起這個 因為我們一定會找到這個平權化 那這個貴族一定要退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退場 這個是透過這個議會的方式來去處理 那就是要轉型正義 所以我們自己跟外部跟裡面 通通都要處理 好 謝謝大家